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弟 今天来到了柏林墙 这就是传统中的柏林墙 然后上面的画都是政府专门请的艺术家在上面做画的 可以看一下墙的这边就是东柏林 可以想象以前东柏林的人民 就是每天想着办法的翻越这个墙去到西柏林 然后我们走这边看一下 那这边呢也是东柏林的范畴 但是你要经过这个绍卡 然后再经过那边的一条河 你才能到西柏林 所以当时东柏林的人每天在东柏林的地底下 挖呀挖呀挖呀 想办法能到西柏林去 看一下柏林墙 下面有很多的土鸭 现在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民正常生活的一个郊野公园 然后外面那个地方呢是政府找的艺术家专门做的画 然后里面就是柏林的青年们 青少年们自发画上去的 刚才看了一下旁边的解说 就是有人在试图翻阅这个柏林墙的过程中牺牲了 一共是17个人牺牲了 就这短短的一座墙 所以感觉这个历史非常的纯重 这里就说 North Berlin is an earth town 柏林是个艺术之城 仔细看看感觉涂得还怪好嘞 这个阴影啊层次啊都感觉很不错 我感觉柏林墙如果它剥离了所谓的政治属性 它真的是非常适合涂鸭的一个地方 看 你感觉画什么都很合适 我在想如果当时努力翻阅柏林墙那些人 能想到柏林墙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心情会怎么样呢 让我想起来三题里面有一段 就是 他们两个人对着红卫兵的 纪念碑说这些人是什么呢 然后另外一个人说这些人是历史 这柏林墙现在也对我们来说这是历史 马拉之死的 size构建 其实里面都有很多世界名画的一些 原素吧 刚才那个是马拉之死 这个是对工业画的一个反思 这个有很多矽脚印 感觉就是当时为了翻阅柏林墙的很多人付出了生命的在家 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具象的翻阅柏林墙 然后看那边 有很多人在看它 但是它还义无反顾的翻过来了 就是这些风格是很杂柔的 有比较古典的风格 也有比较现代的风格 其实你看现代画很简单 看现代画有解读的就是 你看这幅画之后你的心情怎么样 其实艺术家想要表达的就是 你看到这幅画所引起的一个你的心的共鸣 这个好像也是一个墙和一个翻墙的人的 平成二年这是日本画家 平成二年 然后画的是富士山 看这里 画的是富士山和一个塔 蝙蝠侠 然后有美国的标志 感觉有很多要素 然后这个是比较索的 立体主义 这是画的很多历史名人啊 坑德拉 看这个是环保主题 这里说救救地球 人类已经把地球破坏了 已经不成仇样了 然后这边呢 哇 这个细节好多这幅画 感觉主色调是德国的国旗 可能隐喻的就是 德国战后大家的一个精神状态 应该是精神状态 对有点太抽象了 我也就是看到什么就随便说几句 也不一定解说就是对的 像这种抽象画 你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去理解它 然后这个就很具象了 这应该是某个伟人吧 绕过来之后发现后面墙都是白的 所以希望世界各地有为的艺术家们 可以参与到这个柏林墙的再创作上啊 加油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画出来了一个很普通的女性人形对吧 然后呢这边写的上帝是什么样的 她 女她 是黑人 显示的一种上帝是无限可能性嘛 然后这个也很有意思 它是立体的 它可能就是一个代表希望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献花 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是代表和平的白鸽叼着 象征德国胜利的柏林登堡门 嗯 像这个呢 我感觉就是那种在逆境之中 依然保持 不对 这个是被你 你被强制竖起来的拇指 所以是象征着泡泡干的 长城 干到长城了 这种打招呼的方式呢 是社会主义领导人之间特有的一种 叫社会主义兄弟之文 然后呢 这两个人分别是苏联的 伯列日涅夫和东德的奥纳克 他们之间刚刚达成了一个很好的贸易协议 所以他们这样在见面的时候 被人拍了这张照片 然后就被不停地引用 变成了一个很著名的照片 然后最后呢 就被画到这个涂鸦墙上 然后这幅画呢 是受政府所托这个涂鸦的原作者 重绘的 用了一种更耐久的材料 所以就在这里 你躲到这儿看到拍照人最多地方呢 没错就是这里了 所以它呢 其实就是代表了一种历史吧 就是东德和苏联的一个联系 现在也不会再存在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绝版了 那我基本上就把柏林墙 比较重要的这些地方看完了 然后看完之后 我觉得非常的感慨 因为我之前还看了历史嘛 就是讲大家想翻越柏林墙 然后使了很多手段的 比如说挖地道呀 钻下水道呀 然后钻地铁呀 但是现在呢 柏林墙就是一个在这里放着 随手让大家拍照的一个城市建筑而已 就感觉非常的神奇 就是以前的柏林充满了冲突 但现在的柏林是一个非常自由 非常开放的城市 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待过去的历史 就跟未来的人看我们今天也一样 那个柏林墙附在这里 也是为了提醒现在的人们 以后不要再陷入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里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 记得给我一赞三连 下期再见 拜拜